看似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男孩举起十字架打算降服对面的这个男人 但法力强大的男人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隔壁住着吸血鬼 在一个不祥之夜 一个吸血鬼闯进了一户人间 除了那条狗幸免于难 家里的成员全都领了喝饭 男主和老妈住在一个祥和的社区 他家的隔壁新搬来了一个中年男人王大叔 王大叔身强力壮 很快便吸引了男主老妈的注意 由于男主的一个好朋友 这两天一直没去上学 于是男主便和同学小眼镜来到了好朋友家末情况 小眼镜是个神道道的家伙 整天研究一些暗黑的玩意儿 他认为男主家隔壁刚搬来的王大叔是个吸血鬼 让男主最好小心点 小眼镜晚上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王大叔 王大叔发现小眼镜是个可塑制裁 于是吭吃一口便把小眼镜发展成了自己的同类了 第二天老师点名的时候 男主发现小眼镜居然没来上课 他来到小眼镜家里询问情况 看到了很多关于吸血鬼的研究资料 原来小眼镜一直在监视王大叔 从视频资料上可以看到 汽车门打开之后 明明有人下车但却看不到人影 这说明王大叔的确是有问题 晚上男主刚来到家门口 王大叔便主动找他借啤酒 按照封建迷信的规矩 吸血鬼只有受到邀请才能进入到别人的家里 因此王大叔不断忽悠男主邀请自己 但警惕性很高的男主始终没有上当 两人一个无理一个无外 男主经过试探确定王大叔肯定就是吸血鬼 上楼之后 男主看到王大叔把身材火辣的女邻居邀请到了家里 为了观察王大叔的一举一动 男主面对女朋友金发妹的引诱丝毫不畏所动 把金发妹气得是拂袖而去 到了后晚夜 男主突然听到从王大叔家里传出了女邻居的尖叫 他急忙打电话报了警 但警察连屋都没进 跟王大叔在门口聊了几句之后就走了 警察这边前脚刚走 王大叔就开着车出门了 趁着这个机会 男主潜入到了王大叔的家里 想看看女邻居是不是出事 当他正在屋里瞎悬梦的时候 王大叔开了车回来了 男主急忙躲进了衣柜 并意外的发现了一个暗门 他走进去一看 发现女邻居已经被王大叔给囚禁了 就在他准备营救女邻居的时候 王大叔推门走了进来 男主躲在暗处 眼睁睁的看着女邻居被王大叔给咬伤了 王大叔离开之后 男主带着女邻居打算逃出去 王大叔虽然看到了 但并没有制止 男主和女邻居刚来到门口 已经被感染的女邻居 当场就被太阳给晒爆了 鉴于自己的老妈对王大叔一段想法 因此他警告老妈 千万不能邀请王大叔来自己家 男主意识到 凭自己的力量 根本无法对付王大叔 于是便去请教著名的魔术师 也是研究吸血鬼的专家 如何才能杀死吸血鬼 听完男主的来意之后 魔术师当时就笑了 说自己利用吸血鬼的元素 只不过是用来回忧观众的 虽然男主颜值糟糟 但最后还是被魔术师给轰了出去 眼瞅着日落西山 男主为了安全起见 在屋里摆放了很多的狮子架 金发妹觉得男主最近行为诡异 于是便过来摸情况 此时夜幕降临 王大叔准备大开杀戒了 他来到男主的家门口 企图让男主的老妈邀请自己进去 但是被男主给拒绝了 不过这难不止王大叔 他拿着工具来到了男主家的后院 很快就把男主家的煤气管道给挖断了 然后一把火就把男主家给引爆了 三个人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开着车就跑 王大叔则在后面紧追不舍 很快就碾了上来 并把车横在了马路当劲 生死存亡之际 男主等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硬生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 但吸血鬼都是有超能力的 王大叔藏在汽车的底盘下边 很快就把钢子的魔爪伸到了车里 俗话说祸不单行啊 由于男主的汽车 毫无征兆的突然停了下来 当场就造成了一起追尾事物 吃瓜的司机下车 正打算理论一番的时候 王大叔从汽车下边出来了 然后呲牙咧嘴的 把吃瓜司机给摇走 男主一看急忙拿出十字架硬底 只可惜大半夜的上帝也睡觉 王大叔上去就掐住了男主的脖子 眼瞅着男主要滚屁 他老妈及时出手 把王大叔穿了个头衔凉 趁着这个机会 男主等人开着吃瓜司机的车 撒子聊了 百无聊赖的魔术师 无意中看到了男主 在王大叔家拍的照片 他拿出自己收藏的图片一对照 发现两张图片是一模一样 这下可把他给吓坏了 急忙把男主叫到了自己的家里 原来王大叔这种吸血鬼 发源自地中海 为了统治全人类 王大叔的团队 不断把吃瓜群众 咬成他们的同类来装大队伍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魔术师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 男主认为 这大半夜的送快递里面一定有猫腻 果不其然 男主那位已经被王大叔 咬成吸血鬼的同学小眼睛很快出现 然后这屋里就全乱了套 小眼睛利用超能力 把男主累得是上气不接下气 金发梅泽利用这个机会 找到了一把手枪 并装好了银子弹 不过这种子弹 对王大叔这个品种的吸血鬼并不管用 随后金发梅又把生水泼在了王大叔的脸上 这才争取到了逃生的机会 经过一番搏斗 自带光环的男主在金发梅的帮助下 最终把小眼睛给摆平了 自带修复能力的王大叔回过神之后 开始追杀男主和金发梅 歌舞厅里人头攒动 男主和金发梅很快就走散 王大叔趁机火住了金发梅 并当场将其咬成了同类 魔术师意识到此地不可救流 收拾好东西就打算逃走 原来魔术师的父母当年就是被王大叔杀死 他知道吸血鬼的厉害 硬拼绝对是在绕死 不过在男主的冷嘲热讽之下 魔术师给了男主一把能杀死吸血鬼的木装 只要用这个木装干掉吸血鬼 那些受害者就能变回来 天亮之后 男主来到商店购置了作战装备 全副武装的男主冲进王大叔家里 捣碎窗户上的玻璃 让阳光尽量多的照进来 当他正在屋里瞎悬磨的时候 刚刚觉悟的魔术师赶过来助阵 吸血鬼的作息时间是咒服夜出 白天通常都躲在黑暗中睡大觉 两人来到地下室 很快就中了王大叔的圈套 王大叔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 他把男主扔给了金饭妹去对付 自己则亲自收拾魔术师 为了能拿下王大叔 男主决定借东风用火工 他往自己身上浇满了汽油 点着之后扑向了王大叔 吸血鬼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火和太阳 趁着王大叔挣扎的时候 男主把木桩捅进了王大叔的心脏 王大叔一死 诅咒也就解除了 包括金发妹在内的受害人 全都变了回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吧 平时生活得注意 遇到反常要警惕 坏蛋也是普通人 也许就住你隔壁